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将不能再进行降级了 升级iOS 12.1.2之后 就再也回不去12.1了 目前苹果公开的系统版本中 可用的就只有iOS 12.1.1和iOS 12.1.2了 升级到iOS 12.1.2 就只能降级至12.1.1 其实每次iPhone推出新的系统后 苹果都会迫不及待的去关闭旧版本通告 既能保证新系统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还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例如在昨天发布的iOS 12.1.2系统中 苹果就通过更改应用强制推出时的动画 规避高通对iPhone中国禁售链 不过高通高调宣称 即使升级系统 禁售链依旧有效 目前在禁售链列表内的iPhone 依然能在各大电商平台买到